有一个福克兰群岛靠近阿根廷那边 都已经战争打了30年之后了 都过了30几年了 结果现在还是又把这个问题 又给抬回来了 因为阿根廷的首相总统 首相最近是写信的 是希望英国人可以把这个岛 还是还给他们 英国当然就不乐意 但打仗输了 还有叫人家可以还过来了 有这样子的事情吗 周老师 1982年的4月到6月 大概两个半月 当时采齐尔夫人 那么他的保守党的政权 第二年要大选 所以他如果打了败仗就完了 后来我们知道阿根廷 这个政府是垮台的 阿根廷是整个拉丁美洲 白种人占的比例最高的国家 欧洲移民不少 但是我们看这个地理位置 这是一张比较新的 南美洲的地形图 你看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 他到阿根廷本身 大概是500公里左右 他是两个大岛 还有很多小岛 还有他的鼠岛还在这边 南乔治养 南三明治岛 这两个岛是英国 上面只有二三十个人 那当年爆发原因是 有一些阿根廷等于是做生意的人 上这个小岛上面去换了国旗 阿根廷国旗取代了英国的米字旗 后来他们有人进驻 最后在这个岛上的英国首军太少 阿根廷也出运兵船先战了 但是当然是和平的 就是像譬如说要改学西班牙语 马路要靠左走 不要靠右走等等 不太扰民 但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阿根廷当年为什么这样干呢 因为他的通货膨胀600% 只有伊斯大战以后 德国可以相比 所以一个国家内部有问题 最好是对外发动战争 把这个转移出去 那这个事情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还蛮注意到 因为他从英国还在上面 那当年英国出发了以后 这个舰队 我们就有部分从英国出来 有部分从那个支布罗陀 在西班牙 是一个海军上将 Admiral指挥的 另外有潜艇的部队 有海军陆战队的 那当年记者曾经访问 这个陆战队的指挥官 是一个准将而已 他讲了很长一段孙子兵法 印象非常深刻 用中国这套东西来打这个战役 那这个战役的过程 我就不说了 到后来是 阿根提当然输掉了 双方死亡人数不多了 600多跟200多人 那这个30年前往事 为什么现在提出来 您看这个岛距离 这个群岛距离阿根提这么近 它竟然输掉了 英国的运步要过次到多远 很远的一个距离 对大半个地球过来 但双方的比例是不能比的 我们觉得最有趣的是 当年这个阿根提 用了法国给的这个飞弹 后来采取了 透过雷根的关系 对法国施压力 绕了一个大圈子 所以还是战争也不知道 可是我们就知道 还是要问周老师 就还是眼看 过了30年之后 但是英国的首相 也马上就回应了 就说不惜一战 也还是要守护一个 这么遥远的一个岛 这个战争之前 联合国有调停过 但是双方谈不拢 他提的条件 双方都不同意 最有趣的是 我特别提智力 当年整个拉丁美洲国家 都跟阿根提 站在一边了 只有智力唱反调 因为这两国 以前有过不愉快的事情 有是不愉快 所以很多情报 是智力告诉英国的 这么好 智力不喜欢旁边 有更强大的国家出现 所以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过去的背景 跟道理 但是当然同样 这感觉就好像 中国跟日本一样 都是为了一个岛 然后现在两边 都有一点在呛瞎的 一个味道 当然都还是会希望 还蛮喜欢呛瞎 但希望最后的结局 都能够是好的 但是相对这个议题 讲到军事 其实我们台湾 也不能够置身事